嘿,大家好,欢迎回到Short Adventure来 相信呢,可能如果有看这个新闻的人呢 可能大概都会知道 在美国的这个东岸 这个在星期五 2月8号礼拜五的时候呢 有一场这个暴风雪来袭 他呢在这个从纽约那边 纽约那边也受到了一些这个灾难 将近12寸的雪 而在波士尼的地方呢 则足足的积了大概两尺多的雪 换句话说大概有25到27寸左右的雪呢 堆积了起来 而这边呢老肖就在这个 这个家后院呢拍了一些照片啊 这个呢则是下雪前 下雪后 这个下雪前 下雪后 下雪前 下雪后 是的 这场雪呢 这场雪呢 足足的啊 我大概算过了 足足下了30个小时啊 而导致说很多地方的这个交通的都贪 这个瘫痪了 但是呢在这一次呢 政府呢则是有提早在这个三天前呢 就已经发出警报啊 叫大家呢 尽可能的把马路上 不要把车停在路边啦 让这个工作人员可以去残雪啊 所以呢我们也算是安然无恙的 渡过了这一场将那个将近超过30个小时的那个暴风雪 而非常幸运的是在我的镇上呢 并没有发生这个所谓停电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的我们家呢 只是一直有有电的哦 所以呢暖气这方面呢 基本上都是都是有正常运作 所以呢没有在家里冷死 OK 在这个雪下完之后呢 是的 接下来的就是后续工作也就是残雪了 那可以这个雪这边一残呢 这么一看大家呢 大概心里有个底说这个雪呢 大概积的多高 而最高兴的呢 是的 这是我两个小孩子了 Ariel跟Angelina呢 他们呢 就是非常庆幸的说 下雪啊 能够去玩雪 特别是呢 滑雪橇啊 啊这个啊 干脆的放一小段这个影片的 让大家去看一下了 Angel Ariel 哦哦就掉啦 来 走出来 你OK吗 有 我 OK哈 好不好玩 Ariel Ariel Tommy 你喜不喜欢玩这个 YES 玩雪橇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样下去好不好 嗯 哇 来 那爸爸做外面好不好 YES 来抓好绳子 你Ready 嗯哼 把灯弄起来 来 让我也坐后面 来 担着推小孩子玩 YouReady YES 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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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多 唉呦 好不好玩 Angel Angel 有更多 唉呦 都流鼻涕了你 OK 走走 這就是 在我們家門口的這個斜坡 下雪的時候可以這樣去 滑這個雪橇 這是下雪的唯一的 對小孩子來講是唯一的樂趣 也不能說唯一 不過還蠻好玩的 會讓我 有一種 帶我回童年的那種感覺 OK 滑雪橇這個東西 只要馬路上的大部分 還是被雪積蓋的話 就可以去滑雪 所以去玩這個雪橇 所以我也陪他們玩大概 這個雪橇 不要玩 大概玩了快一個多小時 快兩個小時了吧 可以 這個對他們講是最高興的事情 所以呢 這一場雪啊 可以說是讓我們這個進出呢 可以說是變得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但是呢 還是那句話 老蕭住處這邊呢 除了有大雪的 這個過渡的情況呢 還好我們這個 房子旁邊都是半山 都是都是很多的那個地方 可以把那個雪的丟過去 所以呢 還會造成我們進出的困擾 所以呢禮拜一呢 仍舊了是能夠去上班 可惜的是呢 學校呢 在禮拜一呢還是關閉的 所以呢 老大Ariel就跟我去上班了 而老二呢 這個Angelina呢 則是跟著我老婆呢 在她辦公室 希望呢 這個明天的學校呢 會再一次這個 開門啊 讓這個小孩子呢 能夠去上上學的上學 到那個保姆去保姆這樣子 我們就能夠回回到我們這個 正常這個生活啊 上班的生活來了 很多人呢 在問我說 這個老蕭下一個影片 大概是什麼時候 開始會再去錄製 這個現在是 今天是11號啊 錄製這個 這段話的時候是 禮拜一 12月11號啊 剛剛過了這個 過了這個年啊 過了這個 春節應該這麼說 那可能會在 這一小段時間呢 如果說我抓出時間的話呢 都會去錄製我下一個影片啊 而且呢 這邊的順便講 提一下兩件事 第一千萬不要去問我說 什麼時候會去介紹什麼什麼 玩具這個爛爛爛問題 OK 第二是的 我知道我的相機 左下角有個黑點 OK我提過了 這邊再提一次 OK 這黑點的是我清不掉的 它並不是在相機的鏡頭外面 而是在裡面 OK所以呢 我沒有拿去請專家的把它給拆開來 出做清楚 所以呢 左下角的黑點呢 是 一直會在那邊 OK 所以就不要再問 跟我講說 你知不知道下面有黑點 我當然知道下面有黑點了 我又不是瞎子 OK 不過呢 話說回來 這個黑點呢 也 變成說 Shot Adventure的影片呢 獨有的一個特別的黑點 OK 你們這樣看的話呢 心情就會比較好一點點了 OK 好了 這個短暫的Velon 就是讓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Bosson的這一次的暴風雪 所造成的一些那個雪景啊 讓你們那個大家去看一下啊 就這樣子 哇 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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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你 可以